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孙大圣扶持着唐僧与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袭来 不半赏,忽见一处楼阁重重,宫殿巍巍,唐僧乐马道 徒弟,你看那儿是个什么去处 行者举头观看,忽然见 山环楼阁,西绕亭台 门前杂树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艳艳 柳间七白鹿,浑如烟里,玉无瑕 桃内转黄鹰,雀似火中金有色 双双野鹿,望情闲踏绿沙阴 对对山琴,飞羽高明,红树苗 真如柳软天台洞,不亚神仙,狼愿佳 行者报道 师父,那所在也不是王豪地宅,也不是豪妇人家,却像是一个安冠寺院 到那里放之端的 三藏文言加鞭促马 师徒们来至门前观看 门上嵌着一块石板,上有黄花冠三字 三藏下马,八戒道 黄花冠乃道士之家,我们进去会他一会也好 他与我们一关随别,修行一般 沙僧道 说的是,一则进去看看景致 二来,也当撒货投口 看方便处,安排些斋饭与师父吃 长老一言,四中共入 但见二门上有一对春莲 黄牙白雪,神仙府,摇草齐花,与世家 这是个烧毛脸要弄炉火提罐子的道士 三藏捏他一把道 谨言,谨言,我们不与他相识,又不认亲 左右暂时一会儿,管他怎的 说不了,进了二门 只见他正殿紧闭 东廊下坐着一个道士,在那里玩药 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顶 红艳艳枪金冠 穿一领 黑字丝乌造福 踏一双 绿阵阵云头旅 细一条 黄服服吕公韬 面如刮铁 目若朗星 准头高大 泪毁毁 唇口翻张如打打 道心一片 迎轰雷 浮湖降龙真女士 三藏见了力声高叫道 老神仙 贫僧问讯了 那道士猛抬头 一见心惊 丢了手中之药 按簪整衣服 将接迎接道 老师傅失营了 请里面坐 张老欢喜上殿 推开门 见有三清盛相 共捉有炉有香 金念香助炉 礼拜三扎 方宇道士行礼 遂至客位中 同徒弟们坐下 急唤仙童看茶 当有两个小童 急入里边寻茶盘 洗茶盏 擦茶池 拌茶果 忙忙地乱走 早惊动那几个冤家 原来那盘丝洞七个女怪 与这道士同堂学艺 自从穿了旧衣 换出儿子 进来此处 正在后面裁剪衣服 呼见那童子看茶 便问道 童儿 有圣课来了 这般忙容 世间有四个和尚进来 师父叫来看茶 可有个白胖和尚 有 可有个长嘴大耳朵的 有 你快去递了茶 对你师父丢个眼色 啄他进来 我有要紧的话说 果然的仙童将五杯茶 拿出去 道士联衣 双手拿一杯地语三藏 然后与八戒沙僧行者 茶坝收钟 小童丢个眼色 那道士就牵身道 列位请坐 童儿 放了茶盘陪侍 等我去去就来 此时长老与徒弟们 并一个小童 出殿上观完不提 却说道士走进方丈中 只见七个女子 齐齐跪倒叫 师兄 师兄 听小妹子一言 道士用手掺起道 你们早间来时 要与我说什么话 可可的今日玩药 这只药既见阴人 所以不曾打你 如今又有客在外面 有话且慢慢说吧 告病师兄 这种事专为客来方敢告诉 说客去了 总说也没用了 你看贤妹说话 怎么专为客来才说 却不疯了 且莫说 我是个清静修仙之辈 就是个俗人家 有妻子老小家务事 也等客去了再处 怎么这等不闲 替我装幌子来 且让我出去 众怪又一起扯住道 师兄息怒 我问你 前面那刻是哪方来的 道士拖着脸不答应 众怪道 方才小童进来取茬 我闻得他说 是四个和尚 道士作怒道 和尚便怎么 四个和尚 那有一个白面胖的 有一个长嘴大耳的 师兄可曾问他是哪里来的 那中是有这两个 你怎么知道 想是在哪里见他来 师兄原不知这个委屈 那和尚 奈唐朝 拆往西天取经去的 今早到我洞里化斋 为师妹子们 闻得唐僧之名 将他拿了 你拿他怎地 我等久闻人说 唐僧乃实事修行的真体 有人吃他一块肉 眼瘦长生 故此拿了他 后背那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 把我们拦在着构泉里 先抢了衣服 后弄本事 强要同魔等喜悦 也止他不住 他就跳下水 便做一个鲷鱼 在我们腿当里钻来钻去 欲行歼骗之事 郭佑十分悖懒 他又跳出水去 卸了本相 见我们不肯相从 他就是一柄鸟驰钉钉耙 要杀我们性命 若不是我们有些见识 几乎遭他毒手 故此战兢兢逃生 又拙你于外甥 与他敌斗 不知存亡如何 我们特来投兄长 望兄长念昔日同窗之哑 与我今日做个抱焉之人 那倒是闻此言 却就恼恨 遂变了声色道 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 这等悲懒 你们都放心 等我摆布他 众女子谢道 师兄如若动手 等我们都来相帮打他 不用打不用打 长言道一打三分低 你们都跟我来 众女子相随左右 他入房内取了梯子 转过床后爬上屋梁 拿下一个小皮箱 那箱有八寸高下 一尺长短四寸宽窄 上有一把小铜锁锁住 急于袖中 拿出一方鹅黄鳞焊金来 汗金须上挤着一把小钥匙 开了锁 取出一包药来 此药乃是 山中百鸟粪 扫及上千斤 试用铜锅煮 煎熬火候云 千斤熬一勺 一勺敛三分 三分还要炒 再断再重熏 制成此毒药 贵似饱和针 如若尝他胃入口 见炎君 道士对七个女子道 妹妹 我这宝贝若与凡人吃 只削一里 入腹就死 若与神仙吃 也只削三里就绝 这些和尚 只怕也有些道行 须得三里 快取等子来 那一女子 急拿了一把等子道 撑出一分二梨 分作四分 却拿了十二个红枣 将枣掐破线 塞上一梨 分在四个茶中内 又将两个黑枣 做一个茶中 着一个托盘安了 对众女说 等我去问她 不是唐朝的便罢 若是唐朝来的 就叫换茶 你却将此茶 令铜儿拿出 但吃了 各个身亡 就与你报了此仇 解了烦恼也 妻女感激不尽 那倒是换了一件衣服 须离紧攻 走将出去 请唐僧等 幼稚客位坐下 道 老师傅莫怪 世间去后面 吩咐小徒 叫他们挑些青菜萝卜 安排一顿素斋供养 所以施陪 贫僧素手进拜 怎么敢劳次斋 你我都是出家人 建山门就有三生凤粮 何言素手 敢问老师傅 是何宝山 到此何干 贫僧乃东土大唐架下 拆往西天大雷音寺 取青者 却才路过仙宫 结成进拜 道是文言 满面生春道 老师乃忠诚大德之佛 小到不知 施予远后 恕罪恕罪 童儿 快去换茶来 一乡作素伴斋 那小童走将进去 众女子招呼她来到 这里有现成好茶 拿出去 那童子果然将五中茶拿出 道是连忙双手 拿一个红枣茶中 凤与唐僧 她见八戒身躯大 就认作大徒弟 沙僧认作二徒弟 见行者身量小 认作三徒弟 所以 第四中 才奉于行者 行者眼乖 接了茶中 早已见盘子里那中茶 是两个黑枣 她道 先生 我与你穿换一杯 不瞒张老说 山野中贫道士 茶果一时不备 才然在后面亲自寻果子 只有这十二个红枣 做四中茶奉镜 小道又不可空培 所以将两个下色枣儿 做一杯奉陪 此乃贫道 恭敬之意也 嘿嘿 说哪里话 古人云 在家不是贫 路上贫杀人 你是住家的 何以言贫 像我们这行脚僧 才是真贫嘞 我和你换换 我和你换换 三藏闻言道 悟空 这仙长实乃爱客之意 你吃了吧 换怎大 行者无奈 将左手接了 右手盖住 看着他们 却说那八戒 一则鸡 二则渴 原来是时长大大的 见那中子里 有三个红枣子 拿起来 锅的都咽在肚里 师父也吃了 沙僧也吃了 一煞时 只见八戒脸上变色 沙僧满眼泪流 唐僧口中涂沫 他们都坐不住 晕倒在地 这大圣情之是毒 将茶钟 手举起来 望倒是披脸一贯 倒是将袍袖隔起 当的一声 把个中子叠得粉碎 倒是怒道 你这和尚 十分寸鲁 怎么把我中子碎了 行者骂道 嘿 你这畜生 你看我那三个人 是怎么说 我与你有甚相干 你却将毒药茶 要倒我的人 你这个村畜生 闯下祸来 你岂不知 我们才记你们 方絮了 作词道极相冠 又不曾有个高言 哪里闯下甚祸 哼 你可在 盘司洞化斋吗 你可在 啄构泉 洗澡吗 啄构泉 乃其个女怪 你既说出这话 嘿 必定与她苟合 必定也是妖怪 不要走 吃我一棒 好大圣 去耳朵里摸出金箍棒 晃一晃 玩来粗细 望道士 劈脸打来 那道士 急转身夺过 取一口宝剑来赢 他两个 嘶骂嘶打 早惊动那里边的女怪 他七个 一拥出来 叫道 师兄 且莫劳心 带小妹子拿她 行者见了 月声趁怒 双手 抡铁棒 丢开解数 滚将进去乱打 只见了七个 敞开怀 舔着雪白肚子 七孔中 做出法来 咕嘟嘟 丝绳乱冒 搭起一个天棚 把行者 盖在底下 行者见识不斜 急翻身 拧声咒语 打个筋斗 扑的 撞破天棚走了 忍着兴气 鱼鱼的 立在空中看出 见那怪 丝绳晃亮 穿穿倒倒 却似穿梭的经纬 请客间 把黄花灌的楼台电阁 都遮得无影无踪 行者道 厉害 厉害 早是不曾啄他手 怪的猪八戒 跌了若干 似这般阵身是好 我师父与师弟 却又中了毒药 这火怪何以同心 却不知是个甚来历 待我还去问那土地神爷 好大圣 暗落云头 黏着绝 念生鞍子真言 把个土地老儿又拘来了 战兢兢 跪下路旁 叩头道 大圣 你去救你师父的 为何又转来也 早间救了师父 前去不远 遇一座黄花灌 我与师父等 进去看看 那灌注迎接 才续化间 被他用毒药茶 要倒我师父等 我性不曾吃茶 使棒就打 他却说出 盘丝洞化斋 啄构泉洗澡之事 我就知那丝是怪 才举手相抵 之前那七个女子跑出 吐放丝绳 老孙亏有剑是走了 我想你在此节为神 定制她的来历 是个什么妖精 老实说了 免打 土地叩头道 那妖精到此 住不上十年 小神自三年前 检典之后 方剑她的本相 乃是七个蜘蛛精 他吐的那些丝绳 乃是蛛丝 行者闻言 十分欢喜道 据你说 确实小可 既这般 你回去 等我做法 想他也 那土地叩头而去 尾巴上毛 捋下七十根 吹口仙气 叫 变 即便做七十个小行者 又将金箍棒吹口仙气 叫 变 即便做七十个双脚插棒 每一个小行者 与他一根 他自家使一根 站在外边 将插 搅那丝绳 一起着力 打个耗子 把那丝绳都搅断 各脚落有十余筋 里面拖出七个蜘蛛 足有八斗大的身躯 一个个 攥着手脚 缩着头 直叫 饶命 饶命 此时七十个小行者 按住七个蜘蛛 哪里肯放 行者道 且不要打他 只叫他还我师父师弟来 那怪力一声高叫道 师兄 还他唐僧 救我命也 那道士从里边跑出道 妹妹 我要吃唐僧来 救不得你了 行者闻言 大怒道 你既不还我师父 且看你妹妹的样子 好大圣把插棒晃一晃 附了一根铁棒 双手举起 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 却似七个蝉肉布袋 浓血淋淋 却又将尾巴摇了两摇 收了毫毛 单身轮棒 赶入里边来打道士 那道士见他打死了师妹 心肾不仁 即发狠举一剑来赢 这一场各怀愤怒 一个个大战神通 这一场好杀 妖精温宝剑 大圣举金箍 都为唐朝三藏 先叫七语乌乌 如今大展金轮手 示威弄法成金箍 大圣神光壮 妖先胆气粗 浑身解数 如花锦 双手藤拿四鹿炉 乒乒乓 剑棒响 惨淡野云乎 转言语 使姬谋 一来一往如画图 只杀的风响 杀飞狼虎怕 天昏地暗 斗星乎 那道士余大圣 战经五六十和 简决手软 一时间松了金结 便解开衣袋 呼啦地响一声 脱了灶袍 行者笑道 嘿嘿嘿 我儿子 打不过人 就脱拨了 也是不能够的 原来这道士 拨了衣裳 把手一起抬起 只见那两斜下 有一千只眼 眼中 蹦放金光 十分厉害 森森黄雾 艳艳金光 森森黄雾 两边斜下四喷云 艳艳金光 千只眼中如放火 左右却如金筒 东西游四桶中 此乃妖先施法力 道士显神通 黄眼眉天遮日月 照人暴躁气朦胧 把个齐天孙大圣 困在金光黄雾中 行者慌了手脚 只在那金光影里乱转 向前不能举步 退后不能动脚 却便似在个 桶里转的一般 无奈又泡躁不过 他急了 往上着实一跳 却撞破金光 扑地跌了一个倒栽葱 绝道撞得头疼 急伸手摸摸 把顶梁皮都撞软了 自家心交道 慧气 慧气 这可头今日也不计了 常识刀砍斧舵 莫能伤准 却怎么被这道金光 撞软了皮肉 久后定要供农 纵人好了 也是个破伤风 一会儿家泡灶难进 却又自家计较道 前去不得 后退不得 左行不得 右行不得 往上又撞不得 却怎生好 往下走他娘吧 好大声念个咒语 摇身一遍 便做个穿山甲 有名 灵里林 真个是 四只铁爪 钻山碎石 如窝粉 满身临甲 破领穿檐 四切葱 两眼光明 好便似 双星黄亮 一嘴尖利 胜强炉 钢钻金锥 脚中有幸穿山甲 俗语呼为零以林 你看他硬着头 往地下一钻 就钻了有二十余里 方才出头 原来的金光 只照得十余里 出来献了本相 力软金麻 浑身痛疼 止不住 眼中流泪 呼尸声叫道 师父 当年禀叫出山咒 共王袭来 苦无用功 大海红波无恐惧 羊狗之内 却遭疯 美猴王正当悲怯 呼听的山背后 有人啼哭 即欠身开了眼泪 回头观看 但见一个妇人 身穿重孝 左手托一盏 凉江水饭 右手执几张 烧纸黄钱 从那乡 一步一声哭着走来 行者点头皆探道 唉 正是流了一眼 风流了一眼 断肠仁 玉断肠仁 这一个妇人 不知所苦何事 待我问他一问 那妇人不一时 走上路来 迎着行者 行者攻身问道 女菩萨 你哭的是圣人 妇人秦泪道 我丈夫 因与黄花观观主 卖竹竿争奖 被他将毒药查 药死 我将这末日前烧花 以报夫妇之情 行者听言 眼中泪下 那妇女见了座怒道 你甚无知 我为丈夫烦恼生悲 你怎么泪眼愁眉 七星系我 行者攻身道 女菩萨息怒 我本是东吐大唐 钦差语的唐三藏大徒弟 宋悟空行者 阴往西天 行过黄花观歇马 那观中道士 不知是什么妖精 他与七个蜘蛛精 结为兄妹 蜘蛛精在潘丝洞 要害我师父 是我与师弟八戒 沙僧 就解多托 那蜘蛛精走到他这里 背了是非 说我等有欺骗之意 到时将毒药茶 要导我师父师弟 供三人 连马四口 陷在他灌里 唯我不曾吃他茶 将茶中灌碎 他就与我相打 正让时 那七个蜘蛛精 跑出来土放丝绳 将我捆住 是我师法里走托 问及土地 说他本相 我却又识分身法 搅掘丝绳 拖出腰来 一顿棒打死 这倒是 给予他报仇 举宝剑与我相斗 斗经六十回合 他败了阵 随脱了衣裳 两斜下 放出千只眼 又万道金光 把我照定 所以进退两难 才变作一个灵里林 从地下钻出来 正次悲怯 忽听得你哭 故此相问 因见你为丈夫 有此纸钱报答 我师父丧身 更无一物相仇 所以自愿生悲 岂敢相细 那妇女放下水饭纸钱 对行者赔礼的 莫怪莫怪 我不知你是被难者 才据你说讲起来 你不认得那道士 他本是个白眼魔君 又换作多目怪 你既然有此变化 拖得金光 战得许久 必定有大神通 却只是 还进不得那寺 我叫你 去请一位圣贤 他能破得金光 降得道士 行者闻言 连忙畅惹道 女菩萨知此来历 凡为指教指教 过身哪位圣贤 我去请求救我师父之难 就报你丈夫之仇 我就说出来 你去请他 降了道士 只可报仇而已 恐不能救你师父 怎不能救 那司徒要最狠 要导人 三日之间骨髓俱烂 你此往回 空迟了 故不能救 我会走路 凭他多远 千里只剩半日 你既会走路 听我说 此处到那里 有千里之遥 那乡有一座山 名唤紫云山 山中有个千花洞 洞里有位圣贤 换作皮兰婆 他能降得此怪 哦 那山坐落何方 却从何方去 那指南上便是 行者回头看时 那女子早不见了 行者慌忙礼拜道 啊 是哪位菩萨 我弟子装婚了 不能相识 千奇留名 好谢 只见那半空中叫道 大圣 是我 行者急抬头看出 原是离山老母 赶至空中谢道 老母从何来指教我呀 我才自龙花会上回来 见你师父有难 假作孝父 借夫丧之名 免他一死 你快去请他 但不可说出 是我指教 那圣贤 有些多怪人 行者谢了 此别 把金斗云一纵 随到紫云山上 安定云头 就见了千花洞 那洞外 清松遮盛境 翠百绕先居 绿柳迎山道 齐花满见渠 香兰围石屋 芳草应言语 流水连西壁 云风古树须 野秦生锅锅 幽露不徐徐 修竹枝绣 红梅叶叶书 寒雅七谷树 春鸟嗓高出 下脉迎田广 秋河遍地鱼 四时无叶落 八节有花如 每生锐矮连消汗 长放祥云 皆太虚 这大圣喜喜欢欢 走江进去 一城一劫 看不尽无边的景致 植入里面 更没个人 见静悄悄的 鸡犬之声也无 心中暗道 这圣贤 像是不在家了 又进树里 看时 见一个女道姑 坐在她上 你看她怎生模样 头戴五花纳锦帽 身穿一领 织金袍 脚踏云间 蹦头履 腰细 斩丝双碎韬 面似秋蓉 双后老 生如春宴 射前腰 腹中九岸 三成法 心上常修寺地脑 悟出空空 真正果 炼成寥寥自逍遥 正是铅花 宗礼佛 哪个不识 正是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向我如今归正佛门 你就不晓得了 几时归正 恭喜 恭喜 尽能脱命 保师父唐僧 上西天取经 师父 御黄花冠道士 将毒药茶药倒 我与那丝赌斗 他就放金光照着我 是我使神通走脱了 闻菩萨能灭他的金光 特来拜请 是谁与你说的 我自父老鱼兰会 到今三百余年 不曾出门 我隐姓埋名 更无一人之德 你却怎么得知 我是个地理鬼 不管哪里 自家都会仿着 也罢 也罢 我本当不去 乃蒙大圣下令 不可灭了囚经之事 我和你去嘞 行者称歇了 道 我退无止 擅自催促 但不知曾带什么兵器 我有个绣花针 能破那丝 行者忍不住道 老母误了我 早知是绣花针 不许老你 就问老孙药 一弹也是有的 你那绣花针 无非是钢铁金针 用不得 我这宝费 我这宝贝 非钢 非铁 非金 乃我小儿 乃我小儿日盐里 炼成的 哦 令狼是谁 小儿乃 某日 兴官 行者惊骇不已 早望见金光燕燕 急回向皮兰道 金光处便是黄花灌也 皮兰随于衣领里 取出一个绣花针 似眉莫粗细 有五六分长短 黏在手 望空抛去 少时间响一声 破了金光 行者喜道 菩萨 妙子 妙子 寻真 寻真 皮兰拖在手掌内道 这不是 行者雀瞳按下云头 走入罐里 只见得道士合了眼 不能举步 行者骂道 你这破怪装瞎子了 耳朵里取出棒来就打 皮兰扯住道 大声莫打 且看你诗 师父去 行者静至后面客位里看时 他三人都睡在地上 吐痰吐沫来 行者垂泪道 却怎么好 却怎么好 大声修碑 也是我今日出门一场 索性极个阴德 我这里有解毒丹 送你三碗 行者转身拜求 那菩萨秀中 取出一个破纸包 那将三粒红丸子 地狱行者 交放入口里 行者把药 搬开他们牙关 每人塞了一碗 去 药味入腹 便就一起偶远 罪吐出毒味 得了性命 那八戒先爬起道 门本杀我也 三藏沙僧举行了道 好晕 你们那茶里中了毒了 亏这皮兰菩萨搭救 快 都来拜谢 三藏欠身整一谢了 八戒道 师兄 那道士在哪里 等我问他一问 为何这么害我 行者把蜘蛛经上相师 说了一遍 八戒发狠道 这司机与蜘蛛为子妹 定是妖精 行者指道 他在那殿外 必定装瞎子来 八戒拿爬救助 又被皮兰指住道 天鹏息怒 大圣之我洞里无人 带我收他去看守门户也 承蒙大德岂不奉承 但只是叫他献本相 我们看看 容易 急上前用手一指 那道士扑得倒在尘埃 献了原身 乃是一个七尺长短的 大蜈公斤 皮兰使小指头挑起 甲祥云 静转千花洞去 八戒打仰道 这妈妈确言厉害 怎么就想这般恶物 我问他 有肾兵器破塔金光 他倒有个绣花针 是他儿子在日盐里练的 急问他令狼是谁 他倒是毛日星官 我想毛日星是只公鸡 这老妈妈子必定是个母鸡 鸡最能想武功 所以能收服也 三藏文言顶礼不尽 叫 徒弟们收拾去吧 那沙僧急在里面寻了一些米粮 安排了些斋 据饱餐一顿 牵马跳蛋 请师傅出门 行者从他厨中放了一把火 把一座罐 杀石烧得危尽 却拽步长行 正是唐僧得命赶皮兰 了性消除多目怪 毕竟向前去还有什么事题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神秘的二十八星秀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刚 很高兴和你一起读西游记 今天咱们来讲讲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生遭魔性破光 且说黄花灌的道士 心生歹念 给唐僧师徒的查理下了毒 悟空找了皮兰婆帮忙 皮兰婆拿出他儿子 某日新官 在日眼里练的针 制服了妖怪 解救了唐僧师徒 说到这个某日新官呢 原来是一只公鸡 我们都知道鸡 那最能降服无共了 所以呢 找他们来帮忙 最好了 其实啊 某日新官 也就是我国古代 二十八星秀中的某秀 是西方白虎七秀中的第四秀 天文学里呢 称某星团 俗名七姐妹星团 中国民间呢 称东瓜子星 那说到这儿呢 二十八星秀又是什么呢 这二十八星秀啊 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 为了观测日月五星运作 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 这二十八个星区啊 又可分为四片区域 由四大神兽掌管 又称四象 他们就是东方苍龙 南方猪雀 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 白虎猪雀啊 那都在自然界中能找到原形 分别是基因突变的白话老虎和猪环 青龙啊 那可是传说中的形象 自古就是祥瑞的象征 帝王时代啊 皇帝几乎就是龙的化身咯 而玄武呢 为一种龟蛇和盘的动物 前面介绍过的真武大帝 就是玄武的化身 这四种动物啊 分别掌管着四方的七秀 每一个星秀呢 都配有一个动物星观 除了上面提到的某日星观呢 二十八星秀 还在西游记里出现过很多次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便是虚日暑 某日鸡 星日麻和防日兔 将会暗行者前来打探军情一事 传到中军掌下 孙悟空被黄霉怪困住的时候 二十八星秀 奉玉皇大帝旨意 全部出动 一同前来解救 还有前面出现过的葵木狼 那也是星秀下凡变成的妖怪啊 西游记 之所以多次写到星秀 是因为星秀崇拜 在民间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 百姓们围绕着二十八星秀 创作出了很多的神话传说 你比如说 切牛星和织女星 那就演绎了牛郎织女绝美的爱情故事 可谓家喻户晓啊 正因为星秀啊 有着丰富的寓意 古代文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 也喜欢描写星秀 西渐著名文学家 左思在《魏都妇》中有这么一句 比桑鱼之末光 与长羹之初灰 桑鱼啊 指代的是日暮 长羹之金星 也就是启明星 那大名鼎鼎的太白金星 就是长羹星的化身啊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哪怕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 也胜过长羹最初的光亮 来 现在来讲一个关于身伤的典故 身伤啊 就是身星与伤星 两星不同时在天空出现 用以形容亲友 分隔两地不得相见的场景 也比喻呢 人与人感情不和睦 传说皇帝的曾孙高新氏啊 有两个儿子 叫燕博和石沈 兄弟俩啊 关系不好 在一起总打架 于是高新氏就把燕博 赶到商丘 主商星 把石沈赶到大下 主身星 两个人离得非常远 谁也见不到谁 这一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天上的商星和身星啊 也像他们一样 从天文学上讲呢 商星是天蝎座的三颗星 出现在夏日夜空 而身星呢 是猎户座腰带处的三颗星 出现在冬天夜空 杜甫有句诗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写的就是身伤一身一落 永远也不见面的关系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读西游记的晚纲 咱们下回再见 蜘蛛精对他们的干儿子说 儿啊 早间我们挫折了唐朝来的和尚 才然被他徒弟拦在池里 出了多少丑 几乎丧了性命 如等努力 快出门前去退他一退 如得胜后 可到你舅舅家来会我 瞧 关键时刻 还是得靠亲戚 这情形 他们收养的儿子们都知道 干妈们有事 就去黄花罐逼一逼 找舅舅帮一帮 这个黄花罐 相当于蜘蛛精们的娘家 差不多了 多目怪是黄花罐里的道士 用孙悟空的话说 是个烧毛炼药 弄炉火提罐子的 他曾与七个蜘蛛精 同堂学艺 所以等于是他们的师兄 也就是蜘蛛精们 对干儿子们所称的舅舅 这个多目怪的表现 让人有些疑惑之处 西游记里的道士 多数对和尚不甚友好 车池国这些都不说了 在武装罐时 镇原子的徒弟清风明月 也曾说 孔子云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等是太乙玄门 怎么与那和尚作甚相识 但是黄花罐的这位道士 却对唐僧师徒几个 十分客气 颇有待客之礼 一见到唐僧 便是丢了手中之药 按簪儿 整衣服 降接迎接道 老师傅失赢了 请里面坐 然后急换仙童看茶 寻茶盘 拌茶果 藏在道观后院的 七个蜘蛛精 得知来了客人 对师兄道 方才小童进来取茶 我闻得他说 是四个和尚 道士作怒道 和尚便怎么 这个回答 也足以见到他的态度 就是对和尚是友好的 来的都是客 和尚也该以礼相待 只是很快的 他听说到七个师妹 被这几个和尚欺负的事实 这个师兄在这时候 就表现出了很强的义气 他闻此言 却就恼恨 所以变了声色道 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 这等悖懒 你们都放心 等我摆布他 所以难怪 蜘蛛精就对儿子交代 得胜后到你舅舅家 来会我了 但是奇怪的是 当孙悟空变化成的 七十个小行者 按住了七个蜘蛛精的时候 这个多目怪的反应 竟然是 那道士从里面编出道 妹妹 我要吃唐僧来 救不得你了 正是因为这句话 他不肯直接叫出唐僧 所以孙悟空 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 当然 即使不是多目怪这句话 蜘蛛精最后 可能也是死路一条 只是也许没有这么快罢了 所以 纵观多目怪的这些表现 让人觉得不太统一 不太稳定 让人费解 看起来 多目怪并不是无恶不作的人 一开始 他甚至连唐僧肉有功效 都是不知道的 是蜘蛛精对他说 师兄原不知这个委屈 我等九文人说 唐僧乃实事修行的真体 有人吃他一块肉 严寿长生 故此拿了它 也就是说 吃唐僧肉能长生不老 这是蜘蛛精 告诉多目怪的 说明多目怪在此之前 潜心修炼 不闻其他 原文对他的评价是 道心一片 引轰雷 拂虎降龙 真与世 而他在用毒药 毒杀唐僧师徒几个的时候 也主要是出于 替师妹报仇的心理 而非心狠手辣 所以他非常慎重 下毒前还特意说 等我去问他 不是唐朝的便罢 若是唐朝来的 就叫换茶 你却将此茶 令童而拿出 但吃了 个个身亡 就与你报了此仇 解了烦恼也 就是特别害怕 误杀别人 与他相比 蜘蛛精可就没有 那么善良了 蜘蛛精在给唐僧上菜时 安排的是 原来是人油炒链 人肉煎熬 熬得黑糊 冲着面筋样子 弯得人脑 煎做豆腐块片 显然是非常狠毒 说到毒药 这一回中 多目怪那功效过人的毒药 是用什么制作而成的呢 说来非常有趣 竟然是用大量鸟粪 制作而成的 原文写道 山中白鸟粪 扫鸡上千斤 适用铜锅煮 煎熬火候云 千斤熬一勺 一勺炼三分 三分还要炒 再断再重熏 制成此毒药 贵似饱和针 如若尝他胃 入口见炎君 这样的一个毒药 看起来有点无厘头 这里就要说到 多目怪的原形了 孙悟空在 梨山老母的指引下 去找到紫云山上 千花洞的 皮兰婆菩萨 皮兰婆菩萨呢 又是个小儿 这个小儿是 某日新官 从他的眼里 炼成一根绣花针 皮兰婆菩萨 就从衣灵里 取出这个绣花针 破了黄花罐 在皮兰婆菩萨的手指下 多目怪现了原形 原来这是一只 七尺长的大蜈蚣精 大家知道 蜈蚣的毒性 是最强最烈的 蜈蚣是截肢动物门 纯足钢 整形木 蜈蚣科动物 它的第一对脚 星钩状 钩端有毒线口 毒线分泌 无色透明的粘稠液体 即为蜈蚣毒素 这种毒素 以蛇毒类似 主要由蛋白质组成 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 急性肾功能不全 和蛋白尿 甚至心肌梗死 科普资料 我们就不过多引用了 总之就是 蜈蚣作为五毒之一 他所制作的毒药 其实不外是他自身毒素的 一个外挂 而至于某日星钧 为什么能制服多慕怪 孙悟空对猪八戒介绍道 因为某日星钧 使之功鸡 鸡最能降蜈蚣 所以这就是多慕怪的独特之处 万般生物皆可化作妖怪 也体现出了人类 对于大自然和其他物种的 丑化或敬畏吧 正应了那句 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好 这一回讲到这里 下一回 我们就到了八百里 施陀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